大家好,欢迎收听《望人》片辑部的节目 今次想跟大家讲讲中东地区的乱局所产生的连锁反映 随着胡塞武装和英国及美国等国家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激烈之外 现在不单在红海,就连在附近的印度洋海域的局势都变得紧张 除了出现以美国为首的海军力量之外 有多个国家的海军已经向中东海域派出蓝席 目的就是为了打击海道的同时更加要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 其中包括中国及印度 根据《发生社》最近有一则报道的就是 在尔巴冲突以来,印度生德里一面倒支持以色列 印度这样的选择也令到阿拉伯国家和印度之间的关系 出现裂痕 而近期印度的船隻也多次在中东的水域遇到不少的问题 甚至有船隻遭到无人机的 插击计计而受损 所以这一点也引起印度高层非常担心 我自己认为出现这种结果都是非常自然的 其实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 与印度真的毫无关系 不过很有趣的就是当以色列向加沙发动战争的时候 印度的莫迪政府就一股脑耳支持以色列 更加发动不少人上街示威 来支持以色列的行为 究竟背后什么原因 我自己就认为印度现在对穆斯林 就有一股莫名其妙的仇恨 不单止在印度境内的穆斯林社群 是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之外 更加在国际上 也很容易就感受得到印度 和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很差的 最简单的就是印度 长期以来都和穆斯林国家 巴基斯坦都有不少的冲突 可能亦因为这些原因 令到印度人对穆斯林 一直以来长期存在这些仇恨 再加上莫迪老祖 他就很懂得煽动民粹 当然煽动他们的支持者 反对穆斯林 就经常出现 搞到印度的穆斯林社群 可谓鸡毛鸭血 现在印度也借助 红海出现乱局的机会 希望展示一下 他们的能力 虽然印度就没有直接参与以美国为首的 红海护航联盟 但同时印度也希望能够能够确保印度船的安全 他们是出动了三艘新裔驱逐舰的海上编队 更加成功解构过一艘达到8.4万吨的印度商船 从中也救出大批的印度船员 这一则消息当然就很自然地在印度媒体多番的炒作 令到很多印度人拍烂手掌 反应是非常强烈的 尤其是有不少印度媒体 到即刻滚动式来播放 由印度军方所拍摄得来的现场视频 令到不少印度人 真的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同时也都被认为 印度海军能够彰显得到 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 也都表明了印度在全球 是一个海上强国实力 是不容忽视的实力 同时也都有一些所谓的印度时事评论员 甚至乎专家 又跟中国拉在一起来说 有专家就说 中国就声称跟印度很不一样 虽然中国也都有派出他们的蓝席 但是由于 担心破坏 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行动上都会较谨慎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原因 原来是这样 就是印度海军 在打击海盗的决心 是不变的 真的会出手打的 但是中国 就什么都不做 只懂得看着海盗 大肆地 折击一些商船 因为中国就怕跟 阿拉伯国家 关系变差 当然 这些肯定不是事实的 不过 在印度有不少的所谓 专家或者事实评论员 都从这一个角度 来到去 嘲笑中国 当然了 说出这些这样的说话 也能够获得印度国内的人 拍手清快 觉得中国就很不济 印度就很威武 另外也有印度媒体 特别引述一名 印度海军的退役军官 现在 他也经常成为媒体上的所谓的军事观察员 他的名字叫做巴斯卡尔 他就说 中国和印度正在争夺印度洋的影响力 印度海军 打到海岛鸡飞狗爪 表明印度已经首先赢了一局 同时也能够向中国展示出印度有强大的海上力量 表明新德里在印度洋是可以随时建立一个可靠的海上力量 印度也有专家指出对印度海军能够快速对特殊情况给出反应 还说北京已经注意到 中国要怎样看待印度在海上的强大力量 中国人可以自己决定 意思就是说 你中国见到我们印度海军 你就要自己好好想想要怎样做 还说印度作为地区的主要大国 印度在印度洋上本身就有着天然上的地理优势 由于印度有大部分的石油和天然气都是来自中东的 长期以来 新德里也十分重视海上通道的安全 更加花不少钱 就是要打造一个强大的海军 但试图争夺在印度洋的绝对主导权 不过印度的国力始终都是有限的 加上另一个超级大国 美国也在印度洋有部署 新德里 目前所做的一切 其实就是汉仓武剑 意在配工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海军 在中东地区的反海道活动 变得越来越常态 印度也看不过眼 担心中国要在印度洋 睡一杯羹 我自己就认为 中国从来都没有视印度为一个威胁 更加不会将印度海军放在眼内 因为第一 中国不会 亦都无意 和印度打起上来 但是印度 就借着这些机会 来展现 他们的能力 那些海盗 武装力量就很差 你开炮 炸沉这些海盗的船只 其实 又代表着什么呢 根本就是 以一个大虾势的态度 来展现自己的肌肉 如果印度就真是 那么想 展现他们的 存在感 那么我个人认为 印度海军 可以捉多些海盗 其实 对大家都有好处 中国海军 可以站在那些粗重东西 就由印度海军来做 是不是 而且中国海军 部署在印度洋 部署在红海 目的就是 除了打击海盗之外 更加是要 维护海上的安全 根本就不是要和印度差什么地盘 印度洋 不是印度的地盘 当然也不是中国的地盘 这是一个国际的水域 印度海军 上司 争夺 印度洋的控制权 这个根本就无可能实现 不过现今 印度的媒体 一个 二个 都可谓 羊羊得意 展现印度海军的打击海盗力量 还说会和中国一较高下 这些 完完全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告诉 比莫迪老祖的支持者 知 莫迪政府 就有很强大的能力 可以继续 保护印度 甚至 令到印度 成为一个 超级大国 其实 印度国内 也有不少人 很清楚 中国从来都不将印度视为一个目标 打击海盗 亦都是各自各的工作 印度的媒体 就不时 遮题发挥 借机炒作 藉此 宣扬一个 反中国的情绪 而最可笑的就是 有不少的所谓的媒体的专家 都致命得意 说到好像 似层层一样 而更加之 令我感到 捧腹大笑的就是 有不少 类似的文章 也有翻译成英文 被国内外的人士 来对转载 而这些 充满着 民粹主义 而且 不是事实的 内容 没错 是可以令到很多印度人感到很自豪 但既然这些不是事实 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 炒作民粹 所以整件事 我觉得 非常可笑 你要打击海盗 就打爆它 有什么必要 在打击海盗 之余 还要遮体发挥 以为自己 可以宣一宣 中国 但事实 中国 不理不理你 自己在这 自嗨 只有那几个 从西方 购买的 军兰 就已经 这么得意 给我的感觉 真的 十分可笑 但是 当大家感到可笑 之余 亦都特显 印度这个国家 有不少媒体 亦都存在着 非常严重的 对中国的仇恨 而这种 这样的仇恨 亦令到 中国 和印度之间 这两个国家的 关系 一直以来 都没有好转过 这个都是多得 印度政府 也就是 莫迪 老早的政府 长期以来的 民粹主义 刻意地 炒作 对中国的仇恨 如此一来 这一个国家 是可见的将来 亦都很难 能够和中国 实现和平共处 只能够 尽量防备 避免 和这些国家 出现冲突 不过除此之外 做这些行为 要给到 印度人自己看之外 同时也希望 可以给到 西方国家看 我们印度 其实有能力 可以令到 印度洋 成为印度的内海 一样 好好地治理 这个水域 有什么事 就记得要 找印度来帮手 但事实上 又帮得到 多少手呢 如果不是因为 有美国 与印度洋的存在 但是靠印度 我自己反而认为 就帮不了什么手 因为 他们这样做 是有目的 就是要出来 告诉大家 印度的海军力量 很厉害 事实上 印度这样做 除了只是 获得印度人自己的掌声之外 在国际上 根本 没什么人理会 自己自名得意 我个人认为 都没什么所谓 只要他们 高兴 便好 是不是 好了 今节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 再和大家分享 其他的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